Hello, 大家好, 朱春奴 之前說過, 澳門很多市民都有共識 希望政府引入網約車的平台服務澳門的居民 讓我們和遊客都沒有那麼難搭車 截的士現在真的很難 隨著復償之後, 遊客多了 司機的服務質素都下降了一點 市民希望開放網約車 有些的士業界的朋友經常說網約車混亂、缺乏監管 其實這些都是恐龍時代的思想 可能他們真的沒有搭過網約車 所以不知道這件事 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之後 其實目前內地網約車平台越來越多 越來越規範 以滴滴出行為例 滴滴註冊司機的車輛要求越來越嚴格 司機招募條件越來越高 不僅為了更好約束車主 同時對乘客有一種極大的保障和約束 現在滴滴的車主和車輛要求每個地方都有少少差異 但總體來說要求都差不多 嚴格的要求可以導入一些危險的車輛 進入滴滴的市場 能夠保障車主和乘客的安全 他們招募司機對車輛有什麼要求? 司機條件第一 男士年齡要在22至60歲 女士在22至50周歲 身體健康狀況良好 沒有犯罪紀錄 三年內沒有重大交通事故 要擁有C1以上的駕照 而且駕駛超過三年 車輛要求方面 里程要在10萬公里以內 所用汽車的裸車價 要在7萬人民幣以上 太便宜 而且車輛在8年以內 相信新隔很多澳門的的士掛 汽車無必懸掛當地的機動車牌照 司機背景審核方面 要三證嚴真 核驗申請者身份證的訊息 機動車戒洗證 機動車行駛證的真偽 以及有犯罪紀錄的篩查 無法順利通過犯罪紀錄的篩選機制篩選的人 就不可以做司機 申請人有急毒使 精神疾病未好 就不可以做司機 如果申請人一年內 有交通違法行為 寄滿12分 或者三年內 有重大特大交通事故責任 都不可以申請做司機 所以也沒有網約車的監管 無法鬆散 沒有監管 應該不是 對比一下 澳門的的士司機 可能監管也未必 有他們這麼嚴重 無論是遊客或市民 在澳門搭過的士都知道 有部分的士司機的質素有多高 網約車的好處是提供服務產品多樣化 適合不同需求的人士 以滴滴為例 車分以下幾類 有順風車 綠色出行 價錢固定費用較低 有快車廉價出行 價錢相對於高於順風車 低於其他 出租汽車正常出行 價錢以打標為標準 有一種叫專車 享受出行 車輛價值較高 舒適感較強 當然車費相對較高 所以有不同的產品服務 適合不同的人士 這是網約車的另一個好處 是現在的的士 給不到的 好 這集就到此為止 大家想支持我的視頻 給哲徒姚為馬 多謝你們 我們下集見